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迟迟没有出现的鹰眼 还有在美队3就已经露面加入了美队麾下的人也没有身影 给了人无限的想想空间 不过在近期的采访中 漫威影业主席也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 一些超级英雄人物的电影都会陆续拍摄续片 比如《奇异博士2》《黑寡妇》个人电影 鹰眼个人电影 以及关于灭霸绅士的电影《永恒秘族》 都已经在计划创作中 而且一些超级英雄的扮演者还在合约期内 应该还会继续出演 所以漫威电影《宇宙》肯定还会继续 近期《蚁人2》黄蜂女现身 已经开始在全球上映 国内还没有供应 但是已经放出了预告片等信息 不难知道电影的时间线设置在美国队长3两年后 斯科特接受了认罪协议后 一直被软禁在家里 这个时候皮姆博士和他的女儿 一直在研究一个秘密项目 一旦成功就能够将初代黄蜂女 也就是皮姆博士的妻子 从量子领域救出来 根据漫威传统 一定有反派想方设法地阻止他们 所以斯科特必须被皮姆博士召回 协助他们 根据《蜘蛛侠2》的相关介绍 其设定的时间线 就在复仇者联盟4接受后的10分钟之后 所以小蜘蛛虽然在复联3消失了一阵子 但最后众英雄一定会是大团圆的结局 这也就代表着 灭霸想指消灭一半生命并不是绝对的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 漫威影业主席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 灭霸的想指消灭的不仅是拥有智慧的生命体 还包括植物和动物在内的所有生命 而且无差别随即消灭一半 如果运气不好 剩下的一半全是微生物病毒细菌 可就完蛋了 所以在灭霸想指消灭一半生命的设计上 应该还有其他的转机 尽管《复仇者联盟4》的副标题是最终战役 但漫威电影宇宙是不会就此消失的 根据漫威给的消息来看 如今的电影档期已经排到了2024年 所以我们不用太过担心 我们只需要买好票去支持就好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 看那篇找老狂 我是老狂 明天见